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展开第四次的会谈 也是夏令妍主委和张志军主任 即今年5月首次在金门见面之后 二次下张会 那么有关这次制度性协商焦点 还有可能触及的议题 我们特别邀请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 范世平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 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时隔在5月底的下张会 那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两岸事务相当的多 这几天在台湾引起相当关注 特别是立委有提到 卡式台胞证在9月21号刚上路 不过这却是大陆片面决定 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多次 向大陆方面表达不满 那么在这次下张会 也渴望由我们的夏主委 就这个议题来跟大陆方面 做进一步的沟通 我想请教老师 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做这个 有关辩民的措施 却有这样一个作为 并没有和台湾有进一步的磋商呢 我想这个也是凸显 就当前两岸关系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当然就是说卡式台胞证 大陆的说法是因为要便利 台湾民众前往大陆的一个方便性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 两岸的一个关系跟两岸的互信 所以大陆其实是应该要针对这个问题 来跟台湾做一些讨论 或者是通知 但是大陆都完全没有 那这是我想也是大家对于 这次大陆在处理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单方面的来做这个宣布 那完全没有跟我们的陆委会做协商 那也感觉到是相当的不尊重 因为这个台胞证它终究是两岸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文件 那第二就是说这个卡式台胞证它的格式呢 基本上跟目前这个香港澳门的这个回乡证 就是香港民众完反大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见 它的格式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也让外界觉得说 大陆似乎是刻意要把这个台湾问题港澳化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胞证 它原本的这样一个纸本的模式 是比较类似一个护照的模式 那虽然不能说护照 但是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贴近护照的一个样式 那也凸显就是说两岸的关系 不是所谓中央对地方的关系 那目前用卡式的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它就是大陆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嘛 也是大陆的地方政府 那目前你把这个台胞证也变成卡式的话 那是不是它也是一种 某种程度就是把台湾港澳化了 或者把台湾地方政府化 或者特区政府化 那这也是台湾民众觉得不能够接受的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陆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 其实虽然它表面上是说 是为了要便利台湾民众的这个通关往返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资本的通关方式 跟卡式台胞证的通关方式是一样的 所以说当然它的说法是说可以方便携带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是造成一个负面的效果 就是两岸的这个高层 特别是国台办跟路尔会的这个互信的基础受到一些影响 那第二个答案就是台湾民众会觉得是被挨花 所以它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反而会造成有一些台湾人 他不想去大陆 因为本来大陆是说 我这个台胞证是希望方便台湾民众去大陆 因为它很好携带 放在皮夹就可以了 可以刺激台湾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意愿 当然之前它也开放了这个台胞证免签 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台湾民众觉得说 那我这样去是不是反而是被你给矮化了呢 那我为什么要被你矮化呢 或者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吗 那反而会让很多台湾民众不想去大陆 所以我觉得这个卡式台胞证 我认为它想达到的目的不一定的达得到 那另外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一个习近平对台政策上的一个对内的宣示吧 就是说呢 你看我习近平上台之后 发个卡式台胞证 把台湾的问题赶好化 这个是他一个对台工作的一个成果吧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目的呢 可能还是他对内的宣传之用 然后达到一个矮化台湾的一个效果 那而且台湾民众造成的一些反弹呢 可能就不是他在意的事情 怕会失掉民心冲击到两岸关系 其实也在今年M503航路 这件事情双方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那么事实上这个卡式台胞正在7月1号 那个时候是试点嘛 那台湾方面也已经跟中国大陆有相关的反应 但是都没有获得比较积极正面的回应 那么这一次夏主委希望能够就这件事情 跟大陆方面能够有进一步的沟通 我们希望互信能够增强了 否则之前还有一些国安疑虑的 种种支支节节的问题 好 接下来呢 要谈的也是台湾民众跟业界 也比较关切的就是路客中转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个议题 大概早在10年前慢慢的就业界 希望能够促成 但是呢 事情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到昨天为止 就是在立法院立委方面也相当的关切 那么路客中转我方坚持的立场呢 如果说要改变这个海峡中线的话 恐怕就很难推动 当然中国大陆也有他的立场 就这个路客中转这个议题的推动 未来是不是有他的可行性 方老师不想要怎么样来观察 这个路客中转应该这样讲 它没有什么太大技术性的问题 它完全现在是卡在政治问题 技术性问题就是说 主要是因为说大陆如果来台湾中转的话 那比如说它要办入台证 它要不要按照原本 就是来台湾的这个状况来申请 因为大陆要来台湾 它有两个程序 一个是它自己当地的公安单位 它要申请 第二就是它要向我们的移民署来申请 那如果它只是一个转机 那没有入境 是不是还要申请这个赴台证 以台湾这边来讲是没有问题 移民署就是说你转机就不用申请 现在大陆那边要不要申请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大陆要 如果说你只是转机不入境 就也可以宣布不用申请 这没有什么难的事情 因为不是说要去申请一个新的东西 是说可以不要申请 所以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困难度 那主要还是因为 大陆在这个阶段 它不想让这个力 因为陆克中转单对台湾来讲有好处 好处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民航业 是有帮助的 那对于大陆民众来讲 他如果要到其他国家去 他如果在大陆 因为大陆现在机票也不好买 如果他到台湾来转机 其实大陆现在也很多人到 这个日本到韩国去转机 那台湾可以增加一个转机点 那当然对大陆民众来讲是有方便性的 那对于台湾来讲 当然对我们的民航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台湾的飞往美国 飞往欧洲的班机 它有空位 那大陆人来搭乘 这也是一件好事嘛 那也可以节省大陆民众的一些负担 但是大陆现在就是把这个事情 把它复杂化 就把它跟这个两岸的航路优化 这两件事情把它搞在一起 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两岸的航线呢 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往北绕 不能够直接穿越海峡中线 对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海峡中线 它是有这个国防的因素 而且这个两岸的航线 它是个特殊航线嘛 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 比如说它这个到松山机场或到桃源机场 它可能必须要再往北绕一小段 然后再下来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因为如果它是直接通过海峡中线的话 但也有一种隐忧啦 就是说会不会大陆以未来的这个军机或什么 就是利用这样一个中线直接穿越 因为它现在如果是经由往北飞 或者是到高雄再往南飞一点的话 当然从油料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那但是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做监控或判定 就是在雷达上面 所以当初我们就是认为 因为两岸还是有一个军事上的对峙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安全上有一些疑虑 那因此在当时来讲 就是说两岸的航线基本上都必须要 一个是往北一个是往南稍微绕一下 那大陆当然是希望说能够优化这个航线 就是说不要那么麻烦了 直接穿越 那这个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国安的考量 但是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那大陆现在硬是把它扯在一起 那原因就是说它知道我们不可能开放海峡中线 因为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那它为什么拿这个来作为路客中转的一个理由 硬把这两件事绑在一起 那为什么大陆不希望让这个路客来中转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路客来中转 它搭乘台湾的航空公司 那可能他们就不愿意去搭乘大陆的航空 因为台湾的航空业不管是服务 各方面都非常好 那大陆的这个民航业是国营事业 它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它是一个担心它的客源会分散掉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他认为台湾从318旋运之后 整个台湾社会这种反中的氛围啊 好像变成是一个难以消除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干嘛给你台湾好处呢 我给你台湾好处给你民航公司好处 你们也不会感谢我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在这样一个心态之下 他就不愿意放这个路客中转 那不愿意放路客中转的理由呢 就把这个两岸航线的优化来作为一个借口 那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啦 对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 我们的夏立言主委去大陆 这个问题会不会有解 我看是无解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刚才的前提没有消失掉 对 好我们还是持续观察 就在明天下张二会就要登场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要请教老师 那么夏立言昨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并没有明讲 但是是不是会说出中华民国来彰显主权 台湾民众也是拭目以待 那么在这个当口两岸关系 那么目前可能还要加强互信的同时 不晓得老师怎么样来看 会不会有他们的韩度 这个就是看你要说给谁听 对啊因为很多次像王毅其主委 他是说给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同向听 很多人都说好像台湾 到大陆去讲国号 都是说给这个先贤先列听 不是说给大陆人听 那当然这也是他的一个困难度 因为大陆不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 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议题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这个夏立言先生到大陆去 他也不愿意破坏这样一个默契 大陆当然不希望你在公开场合 或在两岸谈判的地方谈到中华民国 那你要去跟这个先贤先列说 那他也很难反对 所以我在讲夏立言主委 因为他要去七十二列四的那个公墓 可能他会跟他们说吧 昨天夏主委是说 希望在广州期间会有适当时机 适当机会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说出来 不会让台湾民众失望 我们也是持续来关注 好最后要请教老师的事 马云姐总统曾经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以及南海和平倡议都获得国际间的肯定 而这次针对两岸关系 台海和平也有人期待 是不是能够推动台海和平倡议 不想老师怎么样来看待 台海和平倡议推动的可行性呢 还有大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就是一个宣誓而已吧 我觉得他这个台海和平倡议 因为马多东有提出 东海和平倡议 南海和平倡议 现在就提个台海和平倡议 因为他其实这个倡议 倡议就是他一个呼吁 对那这个呼吁对岸会不会有反应 我看大概不会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因为现在两岸关系 的确是面临到一些问题 面临到一些挑战 包含就是说像这次 像我们看到今年的大陆片面的 宣布M503航道的事情 或大陆片面的宣布台胞证免签 或者片面的发行卡式台胞证 基本上就是对台湾 或者是陆委会的一个相当的不尊重 那再加上这次的这个下章会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议题可以讨论 所以两岸现在的这个关系 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深水区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大陆一方面是觉得说 台湾明年要总统大选 所以现在呢 两岸的很多事情呢 其实谈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个答案就是因为 服务协议或者两岸协议 进度条例都卡在立法院 所以这也造成就是说 两岸的各种协议要签署 它也面临到一些困难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两岸关系进入到这个深水区 而且两岸的气氛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觉得 马中提出这个台海和平倡议 它可能没有办法让大陆这边 产生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 那就可能只是一个政治的宣誓 那大陆恐怕也不会有 什么样的一个配合的动作 那么两岸就沉重 将受您所观察 可能已经进入深水区 这样的停滞不前也令人忧心 我们希望能够还是持续往前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 教授范世平 那么就二次下章会 可能会触及的议题 提供您精辟的观点 非常谢谢范教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